U18世界杯青棒锦标赛 在2013年开始 从原先的国际棒球总会 IBAF 改由世界棒类球协会 WBSC单纲主办 改名获得首届在台湾举行 凭证高中获得祖训权 当时正中除了宋文华 林立等母队班底 还有陈运伦 陈子豪 王正堂 等日后的职棒球星入选 可惜外队阵容也很坚强 最后中华队以第四名成绩作收 时间快转到十年之后 2023U18代表队总教练吴卓宏 回顾当年在阵中担任 助理教练的经过 王氏历历在目 我只是一个教练团之一 当然是协助总教练 可是在比赛过程中 当然外队的球员都蛮强大的 可是在这比赛当中 虽然我们那时候我记得 好像拿到第四名 可是在过程中 其实让我们学习到蛮多 一些比赛的经验 其实那时候接的时候 其实压力其实算蛮大的 因为毕竟那时候 凭证我们自己母队 好像连续三年的玉三倍 都是我们代表 只能往上爬不能往下掉 对 原先的老牌主帅 蓝文成在2013U18世界杯 结束后 决定战时辞去 凭证高中总教练一职 也让吴总开始扛下 更多责任 而继续回顾当年的中华青棒代表队 在预赛拿到四胜一败成绩 分组第二晋级复赛 可惜复赛头两战分别以0比1 5比7 些微的差距接连败给 古巴跟美国 第三战全队将士用命 并靠着林立延长11局下 宣道再见保送 以5比4弃走韩国 闯进冀军赛 冀军赛再次交手古巴 中华队推出江城燕先发 但一局下就遭到对手狙击 一次保送两支安打 一击不断发动倒雷的速度战 很快就失掉三分 其中现效力白袜队 已经获得一次全明星 一次金手套肯定的大联盟外野手 Louis Robert Jr.也贡献了一支 带有打点的安打 为球队打下胜利基础 中华队在二局上油城充裕 推出右半边安打 打下团队整场比赛 尾翼1分 最后1比6吞下败章 收下电军 虽然第四名的成绩 对某些球迷来说 并不是最理想 但摊开这届各国强权的参赛名单 也确实星光异役 季军古巴 正中除了Roberts 还有光芒明星外野手 Randy Arizarena 冠军美国队 有当时还是野手的 精英先发投手 Jack Flaherty 他在隔年大联盟选秀 第一轮就中选 可见当时备受看好的潜力 亚军日本队更是堪称梦幻队 当年选手现在都是日本直棒球星 先发投手一字排开 有乐天经旧的松井玉树 安乐至大 西武师的高桥光城 欧力士的山岗太府 野手部分则有欧力士 逐站捕手森永哉 当年各队不少年轻新星 如今都是世界棒谈 有头有脸的人物 已让人不经期待 十年后即将开达了这届赛会 又会有哪些未来可能的球星 一同角逐冠军荣耀 未来的旅台 黄若红陈慧华采访报道